嗨,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做照片 今天我们先在做照片之前 先说一下拼图这个事情 我们先说拍摄的问题 拍摄的话实际上 拿了一相机 你可以把它架在脚架上这样转着拍 一张,两张,三张,四张这样转着拍 但实际上大多数的时间 实际上我们是可能不带脚架的 就拿了那个相机直接拍了 那直接拍的话 我自己的方式是在一个位置拍一张 转动一个角度再拍一张 转动一个角度再拍一张 再拍一张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你曝光 这几张照片的曝光最好是一样的 所以你如果你是用单反的话 或者你用无反的话 你可以锁定那个曝光锁定 就在拍摄的时候 把测好光以后曝光锁定 然后连续拍摄 这样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要切记的是 你转动的幅度不要太大 保证每一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和第二张 下一张照片之间有30%的区域 或者三分之一的区域是重合的 这样方便Footshop去识别这些图 然后进行拼接 如果太少的话 内容不足的话 它没有办法拼接起来的 因为现在拼接 实际上Footshop的拼接功能已经很 非常的强大了 你只要拍摄的时候 注意一点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就是对焦 因为有的大部分相机使用自动对焦 在拍摄不同画面的时候 尤其你半块门的时候 会触发自动对焦的 有的时候 它两张照片的对焦点都不一样 这样的话就会很麻烦 所以最好是你对焦完了以后 曝光锁定 干脆就弄成手动 就是那个镜头 设定成手动 直接把那个焦距锁定 然后进行拍摄 这样就会比较保险了 那拍完了以后 下一步就是 在PS里面去把它怎么拼起来了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来看 先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这里有几张照片 我看一下 这里是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第五张 所以我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场景 所以 我就拍摄了五张 而且每一张重复的画面 会稍微多一点 这样的话便于它去拼图 好 选择好了以后 3609 然后我们在PS里面 在文件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自动 这边有一个 Footshop Merge 就是图片合并 哦 它出来了 它默认是自动 实际上如果你 用自动的话 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用这种方式 旋转的这种方式来拍的话 我自己 就是用 用圆柱 就是用 方式 这里有一个几何扭曲矫正 这边会有一个 就镜头的一些 对一些变形物体的 这个矫正 因为你这个角度拍摄 跟这个角度拍摄 同一个物体在 在不同的镜头的位置 它产生的 会产生变形的 这里有一个 纠正 校正这种变形 然后浏览 我们去找到 那个图片 360 9 1 2 3 4 5 连续选这五张 确定就可以了 我这个图片比较大 我自己喜欢做大图 这个图片比较大 拼接的时候会 可能会慢一些 一开始 我刚开始 刚开始学拼图的时候 我一开始是 手动自己拼的 就是用蒙版 就是那个 这个 这个摄像里面的 蒙版功能 我把每一张照片 我自己给他 做一个蒙版 然后去 手动去拼 那样拼非常累的 非常非常麻烦 一开始 我是拿手机拍摄的 手机拍摄的话 曝光 不准 就是每张照片的曝光 都不一样 他因为他光比不一样 所以就 出来的效果 就不是很好 当然你 如果你单张照片的 那个曝光 不一样的话 后面我们还会 有一定的方法 去处理的 可以让他保证 尽量在 同样的曝光 条件下 这照片 保持一下 就可以 我马上 他把它 倒进来以后 我会告诉你怎么做 摄像Foodshop 也是用蒙版的方式 拼照片的 只是他 当然比我们更精准一些 他完全是靠 那个数字进行计算 得来的 所以比我们手动 拼会精准的多 因为现在这里有五张照片 他对其拼接的话 需要一点时间的 风景照 我个人喜欢 用拼图的方式来做 因为 当然你也可以 用那个广角 比方说我的镜头 是16毫米的 16毫米的镜头 广角会非常大 你当然可以拍摄 个大场景 但是 其实 因为视角比较大了 你拍摄的 照片里面的内容很多 有一部分 是你不想要的 比方说 离 离 那个 这边的大面 就是扎面积的地面 或扎面积的天空 实际上你只想要中间那一块 所以如果我用35毫米来拍摄 同样用35毫米来拍摄 只拍摄我需要的那块 然后进行拼接的话 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 这样的话 照片的尺寸也比较大 你可以把它打印的很大很大 那这就是出来的效果 你会发现这边 这些都是蒙版 每张照片的蒙版 我们先从第一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 它选举的是这部分 第二张照片 它选举的是 就是你看到这白色区域了吗 这个蒙版里面 白色就表示 它显示的 黑色就是被遮挡的 那白色这块 它是这样一张一张 拼起来的 它是靠数字计算出来的 如果假设 我现在是这张照片 那个曝光是一样的 如果曝光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 如果是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的曝光不一样了 你可以在这边给它增加一个 在这里边先调整 增加一个曲线 你看到了吗 你这样调整的话 只调整了这个照片的这个 这个区域 你这样调整完了以后 你比较跟它相邻的区域 保证它这个曝光是比较接近的话 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是不需要 所以现在先把这个升掉 好了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 就拼接完成了 然后 把它合成出一张 Ctrl Ctrl Shift加E 就是盖印涂层一张 这个时候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些编辑 我自己喜欢用变形的方式 因为它你是用圆柱的这种包裹的方式 来展开你这个合并这张这些图片的 所以边缘就会有一些变形 你这个时候可以对它进行稍微处理一下 这取决于你需要照片的哪个部分 比如说我这个这块地 这块我感觉造型蛮好的 这些这些我想有着的 所以我这些 以外的我可以不要 那这里的话我尽量到这里吧 你肯定是要我们要先想好 然后下面的这个光影信息 地面的光影我觉得蛮好的 所以我会保留一下 你可以把这些先关掉 先保存 这些实际上就不需要了 这样的话便于我们来调整 机器有点慢 这里还有一只眼鸭 这样可以了 这样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先对照片进行检查 就是哪些是你需要的 如果可能的话 我觉得这些都完整的保留下来是最好的 在地面的光影信息 我很有看头 所以我想多保留一些 这里把它 好 剩下的这些 我还是用变形 因为在这些边边角角的 在照片里面 它不会是非常起眼的 所以把它补一下就可以了 只要不会出现大的变形 会影响观看效果的话 都没有问题 如果是那样情况的话 那肯定是要把它删除掉 就不要留那些 看出来效果不好的东西了 先框悬起来 先框悬起来 拼起来 一定要注意几个要点 一个是你拍摄的时候 站在那里 手持相机 这样去拍摄 但是转动的幅度不要过大 第二个 就是一定要保证你的曝光是一致的 这连续的这几张照片的曝光 一定要是一样的 只要保证这两点 你后面在PS里面 用这个功能去拼图 会非常的方便 另外一个 在后期可以做弥补的 就是当你拍摄的这张照片 你一系列的这张 三张四张五张 甚至六张照片里面 曝光如果出现不同的话 你可以在刚开始 我这些图被删掉了 就是这些合成里面 对单独的一张 对它进行曝光的处理 让它们基本上一致就可以了 下一期 我就借着这张图片继续处理 我们来说一下那个蒙版 Foodshop现在的蒙版功能 非常的强大 然后用这个蒙版来处理照片的话 会非常方便 比之前方便很多了 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用 它可以让你像绘画师一样的 在画面上进行绘制 你用绘制的方式来处理你张照片 那是非常好的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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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